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谈一下 怎么去操控深层式AI 因为呢我们现在知道它的运作原理 那我们现在就来知道 怎么去操控它 然后去得到我们想要的response 那有关于这一类型的议题来讲 很多人给它一个名词 叫做Prompt Engineering 我们叫做提示工程 而且呢坊间现在有很多的 这种资讯教育中心 就是开设很多提示工程的相关的训练课程 那我们看着实在有点想笑 基本上我们现在目前的这种大语言模型来讲 它已经算是比较能够很好理解人类的语言 所以说平常你只要跟一般人在做沟通的时候 如果是属于沟通无碍的话 那你跟大语言模型在做沟通时 也不会有太多的障碍才对 所以说呢其实我在看这些所谓的 提示工程相关课程来讲 我会觉得就偏偏一些麻瓜而已 那如果说在座有一些同学 你们在使用这种深层式人工智慧 每一次你下Prompt的时候 为什么产生出来的结果都不如你意 那我这边会介绍给各位一些小技巧 如果这些小技巧你觉得还是不够用 其实网路上你随便一抓 就是一大堆教你怎么去下Prompt的一些相关的影片 你自己去稍微看一下大概就学的会 那通常来讲我们为给语言模型的Prompt来讲 不太需要特定格式 因为现在的语言模型真的很强大 它还蛮容易知道你要干什么的 只要你下的这个Prompt够精确的话 它基本上都可以帮助你去得到你想要的结果 OK 所以说呢按照今天语言模型的能力来讲 你只要把你需要执行的相关任务对我们的大语言模型描述清楚就可以了 它通常就会给你一个还不错的结果 所以我们可以把这样一个大语言模型把它看成是一个线上版的新人助理 那因为呢目前我们开放给一般使用者使用的这些大语言模型都是online的 都是线上的 所以说你必须要上线去做使用 那为什么把它称之为新人助理呢 首先就人的这个角度来说 它已经具备一般人的基本知识以及理解能力 所以说你只要会跟人沟通 基本上它都能够帮你处理掉一般人能够执行的相关工作 可是它为什么是新人呢 是因为它才刚开始跟你接触 它不晓得你到底要什么样的一个答案 或者说你会下什么样的Prompt给它 你跟它之间也有需要一点点磨合的时间 你才知道原来我要下什么样类型的Prompt 它给我的答案可能是会比较好的 所以说它对你来说是新人 来那我们就继续往下来看 首先当你今天在下提示 下Prompt的时候呢 我们需要把需求说明清楚 你要下得很精确 这个例子其实我在前面一开始的时候就有提过 比如说我要叫TradeGPT 讲一个跟深度学习有关的笑话 其实这样子一个Prompt 其实不算是很清楚 那当然了我们的TradeGPT 它也会尝试根据你有限的Prompt 去生成一个你可能会喜欢的笑话给你 OK那只是说这个笑话呢 怪怪的而且很短 我们前面有解释过了 这边就不再讲了 那如果你今天觉得这个笑话不够好笑 又那么短 那你再下同样的Prompt给它 你没有给它更精确的说明时 它还是给你这样子一个蛮low的一个笑话 然后呢这笑话的长度还是短短的 那如果说你今天会觉得说 不对啊TradeGPT的功能怎么那么烂 为什么它讲出来笑话都短短的 不够长看得不过瘾 基本上不是它的能力不够 是因为你下的Prompt不够精确 如果今天你是闲啊 它给你的这个答案太短 你希望它给你的回应是长一点的话 那你就精确一点 比如说你就要产生出100个字的笑话出来 所以说你看哦 请说一个关于深度学习的笑话 要100字以上 你就精确的把你要的这种数字讲出来 那此时它就可以针对呢 你所下的这个Prompt这个要求 去把符合你要求的笑话给讲出来 这个字数就比较多了 对不对 OK所以说呢把需求精确说明 对于我们在执行TradeGPT 或者是目前这种大语言模型来讲 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OK 那再来我们来看一下 有关于TradeGPT下达Prompt的另外一个建议 就是我们可以尽可能提供相关资讯 给TradeGPT做参考 我们先来看一下底下的这个例子 底下这个例子 就是我们请TradeGPT去写1000字的苗栗日游心得 其实这个需求算是很空泛的 为什么呢 因为苗栗能够逛的景点还算蛮多的 而且它也根本不知道 你想要叫它写哪一些的旅游景点 所以它就只能根据它所知道的可能的景点 帮你把它写出来 而且不要忘记一件事情 TradeGPT它只是文字接融的一个工序而已 所以说大家今天在写这个游记的心得时 很有可能产生出来的可能是像景点 或者是旅游的方式 很有可能只是它幻想出来的 杜撰出来的也说不定 因为你没有跟它讲明说 你要可能是苗栗的哪些地方 所以它就可能就是幻想出苗栗有某个景点 这景点可以玩 又或者是说可能苗栗本来有某一些景点 但是这些景点可能在近期的时候 收掉了 可是TradeGPT它可能就会给你过时的这种讯息 那这样子很有可能 它response给你的这个回复就不是这么妥当 那我们来看看你给它的这个query 它所产生的answer是什么 来我们来看 它这边就写 苗栗是一个位在台湾中部的美丽城市 早上你可以先去南龙宫去玩 然后接着你可以去苗栗的文化中心 然后中午时分可以去享用当地美食 苗栗以米食为主 然后下午你可以去湿头山玩 这样子它就把这样子一个游记平步直速的把它整个写出来 这样一个游记看起来就蛮无聊的 而且在这一大段文章里面 因为你根本没有告诉它特定去写哪一些景点 所以说他就把他觉得苗栗可能会有的一些景点帮你全部写出来 而且这些景点里面到底某一些景点是不是真实存在于苗栗的 他不管他不care这件事情 所以他就是负责去产生出一个看起来有理有事的一个文章给你 所以说这一段的一日游心得 其实你们乍看之下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看起来就好像是一个人所写出来的一个游记 可是你看在这整个游记里面 虽然我在苗栗这边工作了十几年 从来没有在苗栗这边玩过 但是至少我还知道苗栗这边好像没有一个叫做南龙宫的宫庙存在 这我没有听过 但是我也不知道对不对 我对苗栗也不熟 所以说我就把南龙宫去Google搜一下 结果全台湾还真的有一间南龙宫 但是这个南龙宫不是在苗栗 它是在屏东 所以说你看他跟你讲苗栗失去的南龙宫 代表说这个东西是他幻想出来的 你有可能讲说老师啊搞不好南龙宫在早期真的他就在苗栗啊 有可能是近期搬到屏东也说不定 有可能啊我不知道啦 只是说他现在给你的这一段话 很显然就是他不知道是从哪里瞎掰出来的 所以说呢他整个一日游的这种心得来说 在地点的提供上来讲他就不是这么精确 甚至会有可能出错 好那你先发现到有这种情况啊怎么办 那你就多提供一些资讯给他 比如说你特别指定苗栗的某一些你的已知景点 假设现在有一些景点是你自己本身去过的 你确定他是在苗栗里面 所以说你就可以把这些相关资讯直接提供给他 比如说我们是紧接着上一个问题继续发问下去 前面苗栗一日游的心得要包含底下几个景点 首先就是龙藤断桥 盛兴车站 西湖草莓 还有九华山 这些都是在苗栗很有名的一些点 好那你今天提供了这个讯息之后呢 ChairGPT他就会根据你所提供的这些资讯 产生出相对应的文章出来 各位可以看一下 在苗栗的一日游中 首先我们可以先去前往龙藤断桥 然后呢再去盛青车站 这点就对了嘛 而且因为呢是你过去曾经去过的 所以写这样子游记也不会太过心虚 对不对 然后中午时分我们到西湖草莓园 然后再来就是呢 我们去九华山去玩 然后再来就是傍晚时分回到苗栗市区 去品尝当地美食 这样看起来就是一个 还算蛮有正确资讯的一个游记 对不对 好那只是说呢像这样游记可能会 有人就会觉得太八股 就是看起来就是老人家写的一个新德文这样子 那你就会觉得啊 这个跟我们现在年轻人的游记写法不太一样 那我们就再去下一些更精确的Trump 那这时候你可以怎么下Trump呢 比如说你希望在撰写游记的时候 它的用词活泼一点 最好就是啊可以加一些贴图 那这样的话呢你可以这样下 请用IG网红的口吻来去撰写这个新德文 好那这样子啊当你先下了这个Promper以后 此时Track GPT它就会产生出底下的新德文 那这些新德文呢用词上就比较活泼 哈喽大家 那今天我来跟大家分享我在苗栗的以日游新德 后面加了一个贴图 然后呢早上我们先来到龙城断销 然后呢再来就是我们到了身心车站 你就会发现到它的用词就是相对活泼 不会像之前那样子平铺指数 而且呢它后面的确就会有一些贴图 虽然有一些贴图可能用的不是那么适当 但是没有关系它已经尽可能的仿制给你了 好那这是用IG网红口吻的方式来去写这样一日游的新德文 那如果你觉得啊 IG网红的口吻你看的也不是那么的活泼 你希望啊用吴宗宪的口吻来去写这个新德文 吴宗宪现在各位应该对他不认识了啦 因为毕竟他是我这个年代的节目主持人 那只是说吴宗宪他在主持节目的时候 他的用词是蛮特别的 他在通常在讲一句话之前 可能会用嘻嘻哈哈来去做一个开场 然后后面就是用哇哈哈来去做一个结尾 经常用这些比较细虐的方式来去叙述一句话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我请那个Chair GPT用吴宗宪的口吻 来去写刚刚那个苗栗一日游的新德文 我们来看一下 他写出来的这个口吻跟吴宗宪 到底有没有相近似 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我要来讲我的苗栗一日游 哇哈哈哈哈 早上先来到龙腾断桥 站在桥上看风景 心情真是爽到爆炸 然后这样一路这样看下来 然后最后啊 这苗栗一日游真的太过瘾了 美食美景美好时光一次满足 下次还要再来苗栗玩 期待下一次的 其次爆险 哇哈哈哈哈 他还知道这个后面的哇哈哈 跟要跟前面的哇哈哈要有区隔 所以前面的哈有四个 后面的哈有六个 他还懂得把它区别开来 OK 所以说呢 他就尝试用一些 比较戏虐的一个口吻 来去描述苗栗一日游的这个心得 所以说他也尽可能去模仿了 吴宗仙的一个口吻 搞不好他就是有曾经爬到过 吴宗仙他的一些部落格啊 或是一些网络文章 他才有办法去模仿到 他的一些用词习惯 OK 那这边就是 我们就是尽可能去用一些资讯 来让JGBT能够回传一些 我们想要的资讯出来 这是第二个 来那我们这边来讲一个题外话 刚刚有跟各位提到就是 当你今天下了一个 比较空泛的问题 给JGBT去做 那此时JGBT很有可能会产生出 所谓的幻想文出来 又或者是说 他会提供给你一些 比较过时的言论 那这个时候 你要怎么去纠正这一块呢 那目前有一个 蛮多人在讨论到的一个技术 这个技术简称叫做RH 那他的全名叫做 Retrieval Augment Generation 那这个英文的中文翻译叫做 检索增强势深层 也就是说 我在深层一段文章的时候 我要先去做事实检索 来看看就是说 我现在产生出来的这个文章 跟事实是不是相吻合 我要尽量以事实为主 那这个RH这样一个技术 我们这边当然没办法 跟各位提的很详细 我就提他的大概的精神给各位听 那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找相关的文章出来看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一般的TrackGPT 怎么去下指令 下comment 一开始的时候呢 我们的使用者 他会对TrackGPT 去下一个query 那这个query 通常我们都是用 prompt来就做表示 所以说呢 当我们今天把这个prompt 丢给TrackGPT之后呢 TrackGPT就会根据 你所给的这个prompt 去产生出相对应的response出来 那这个回应 这个response 就会丢回给 刚刚发问的使用者 那这样的流程 其实就是一般的 TrackGPT的QA流程 那可是这样的流程呢 会让TrackGPT容易产生出 幻想文 或是发表过时的言论 那我们该怎么去矫正 幻想文跟过时言论的产生呢 那在整个运作流程里面 我们会多加一个 类似像知识库的部分 在这个地方 我可能加了一个知识库 在这里 那这个知识库 是扮演什么角色呢 它有点类似 扮演所谓的 事实查核中心的角色 里面会有许多 目前现有的真实资料 或者比较及时性的资料 都在这个知识库里面 所以这个知识库里面的知识 里面的资料 可以做及时更新 他们是可以做及时更新的 好 所以说呢 当外部使用者 在对TrackGPT 下达一个Prompt 下达一个Query的时候 这个Query下达的同时 它也会进入到 我们的知识库这个地方来 好那从我们这边呢 去针对这一类型的问题 把它可能会使用到的一些 相关的文件知识 一些文件资料 先把它提取出来 一起把它下达给TrackGPT 所以说呢 我们的TrackGPT 除了有刚刚那个问题的 Trump以外 还有我们从知识库里面 所捞到的一些知识 一些文件 同时会输入到TrackGPT里面来 那此时TrackGPT 所产生出来的Response 就比较不会有 幻想文的情况发生 或是比较不会有 过时言论的 这种情况发生 OK 所以说呢 这个就是我们用RAG的方式 来试图矫正TrackGPT 产生幻想文 跟过时言论的一个做法 那很多同学就会问 诶老师 那这个知识库里面的资料 到底是怎么来的 那基本上 它的来源就很多了啦 我们可以从 Internet 从网路上 去把比较新的资料 把它汇整到 这个知识库里面来 又或者是说呢 假设这个知识库里面 所存放的是 公司的相关资料 那我就可以把 公司的最新资料 摆放到 这个知识库里面 作为参考 甚至说呢 像一些多媒体的资讯 也可以把它扔到 知识库里面 来去作为验证之用 作为事实查核之用 OK 所以说呢 那这个就是属于RAG的一个技术 当然啦 它整个流程呢 有很多地方是可以做探讨的 甚至呢 我们在解决CHPT的幻想文 或是过时言论来说 除了RAG以外 还有很多其他的技术 都可以做得到 那当然这个就不是我们 这一个单元要跟各位讨论的部分 这个东西太细了 如果将来有机会 我在开深层式人工智慧的话 我会再多谈一点 这方面的一些技术细节 好 那我们再继续往下来看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 就是说 明天我们在跟CHPT去做沟通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直接提供给他一些范例 让他从这个范例里面去学习 我们要的这个答案 他的格式到底是长什么样子 因为有的时候是 你给他的叙述 他根本看不懂 好 那这样他就不晓得 怎么去把你要的这种 答案的格式 把它给生成出来 好 那所以说 如果你能够提供一些范例 给他做参考的话 那就更好了 来 那这边的话呢 我们用晶晶体的这种方式 来去请CHPT 去把苗栗一日有的心得 给写出来 那至于说晶晶体是什么 晶晶体的这个定义 我是直接从台大李弘毅教授 他的深圳式人工智慧的教材 把他对晶晶体的定义 直接超过来的 OK 那所以说各位看一下 什么是晶晶体呢 晶晶体是一种流行于台湾 以中文为基底 夹杂英语不成句的单字 或是片语的表达方式 也就是把心得中的部分中文 把它翻成英文 像这一段话 各位 如果你从来没看过晶晶体的同学 我用这种方式叙述经济体是什么东西 你一定看不懂对不对 对啊你看不懂 你都看不懂了 ChairGPT怎么会看得懂呢 他当然也看不懂 所以说呢 当你今天把这个Prompt下下去之后 打个Enter ChairGPT还真的不晓得该怎么办 那这个时候呢 他只能把刚刚前面他曾经写过的心得文 那再写一遍 那整个写下你会发现到 哎 还是全部都是中文啊 没有我这边所提到的 那个夹杂英语不成句的这种单字 没有这种情况 因为他根本不晓得怎么写 你只给他定义 但是他还不晓得怎么去掰出来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 因为你要的Response 你要的回应 他是有特殊格式的 那这个时候你就干脆举例给他看 来跟他讲说 我就是要这样子的一个答案 来怎么举例呢 好这边 前面晶晶体的叙述是完全一样的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举例的部分 例如把我要开会改成我要meeting 我能够处理改成我能够hold住 这样子的话呢 基本上就是把原本全中文的句子里面 部分的字改成英文 这个就是所谓的晶晶体 好当你今天下达了一两个范例以后 那此时TrackGPT的那个能力就整个大爆发 他就知道我该怎么做了 所以说呢 那当你今天给了这些例子之后 TrackGPT他就知道怎么模仿 来这时候 我们来看一下他的模仿结果是什么 底下这边 来 早上我们来到龙藤断桥 这里的view真的超美 他晶晶体出来了 然后呢再来就是我们到升星车站 这里的建筑风格好有feel 感觉好像时光倒流一样 在这里可以拍到很有feel的照片 又是晶晶体的一个模仿 对不对 好然后再来就是底下这边 下午来到九华山 这里的air真的超清新 view也超美 这边又是一个晶晶体的写法 所以说呢你就会发现到 他突然懂晶晶体该怎么写的 该怎么用 所以他这边就可以把你要的文具的撰写方式 把它给描绘出来了 所以说呢 当你今天给前面的定义 你所得到的response 一直得不到你想要的结果的话 那不妨你可以试试看 给他一些范例 你给这些范例 他去了解你到底是要什么东西 有时候他就是欠一个范例而已 所以就像我刚刚有提到的 不是大语言模型不够强 而是你不晓得该怎么问 其实呢他都知道 只是说呢 他是欠引导的一个模型 好来 那我们再继续往下来看 有一些问题 如果你让确GGT能够逐步思考的话 他得到的结果 搞不好会变得比较好 这什么意思呢 如果今天呢 你是请他去算数学 或是请他去做一些逻辑推论的话 那当你今天把这一类问题丢给他时 你要记得跟他讲 你可以逐步思考 或是你一步一步慢慢想 你有这样一个提示值给他的时候 你所得到的答案可能会比较好 那相对的 如果你没有让他去做逐步思考的话 搞不好他丢给你的答案就是很烂的 真的会这样子吗 我们来试试看 底下这边举一个鸡兔同龙的例子 有一堆鸡和兔子被关在一起 那一共有五颗头十二只脚 请问一共有几只鸡几只兔子 那我这边有强调 我不要计算过程 你直接给我答案就好 那像这种鸡兔同龙的问题来说 基本上来讲 如果你那个数字出的很大的话 通常他的标准答案 不会只有一个 可能会有好几个 那我这边是为了讲解方便起见 我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那这个问题的话 他的答案只会有一组 那是哪一组呢 就是一只兔子四只鸡 那这样子他们的头加起来刚好是五颗 而且脚刚好是十二只 那基本上这个问题很简单嘛 那我们的预想应该就是 TradeGPT应该会在背后 或在程式的后面 去把这样的过程列出来 然后去把正确答案计算出来 计算出来之后呢 他直接把那个计算结果丢给我们看 中间过程不要秀就好了 应该是这样子嘛 可是很显然的不是这样子 我们来看一下 当我今天叫他不要列计算过程的时候 他列给我的答案是什么 他列给我的答案很显然是错的 他的答案是两只鸡三只兔子 各位算一下这个角数就不对了 你看他连最简单的验证都验证不过了 所以说你会觉得 这TradeGPT到底在搞什么东西啊 他是不是不会算数学 或者是他的那个推移能力是很烂的 其实不是这样子的 那这个时候就有一些论文在探讨了 其中有一篇论文呢 他提到了一个名词叫做Chain of Thought Chain of Thought的意思就是指思考链的意思 也就是说呢当你今天在进行逻辑推论 或是数学计算时 基本上那个思考是有一个程序的 如果今天你在让我们的深层式AI 或是我们的TradeGPT 去处理这一类问题的话 最好是让他可以有Chain of Thought的一个过程 你要下达这一类的Prompt 他的问题的解决才能够处理得好 否则的话呢 TradeGPT遇到这一类的问题 你又没有叫他去逐步去把问题推论出来的话 很有可能他产生出来的结果是很烂的 是很糟的 那这个是有论文支持的 所以说呢你们可以去看一下 这个Chain of Thought的这一篇论文 他所提的一个相关的技术 那我们后面这边呢 同样的问题 我叫TradeGPT 好好去想一想 去把中间的过程慢慢列出来 那这样子你就会发觉到 这个问题其实他是会的耶 他的答案是对的啊 OK那我们来试试看 你看哦 题目前面叙述是一样的 有一堆鸡和兔被关在一起 那一共有五颗头十二只脚 请问一共有几只鸡几只兔子 那后面这边我的Prompt就不一样了 我这边是写 请详细列出计算过程 也就是说那我就要去做 逐步思考的意思啦 好等到你这个Prompt列出来之后 按个Enter下去 诶 他就真的开始逐步去做问题的处理 他首先会去设定变数 G的数量是X 兔子的数量是Y 然后接下来把那个函式列出来 然后接下来去解里面的变数 这样一路解下来 诶 答案居然是对耶 总共有四只鸡一只兔子 那这时候你就会想 哇靠那前面他在给我唬烂是不是 那答案他明明是会算的啊 答案是会对的啊 那为什么前面居然是给错的 那就代表前面他在产生答案的时候 他根本不是用推论的方式 他不小心用什么样方式接出来的 那就是文字接融而已嘛 他并没有去做思考 并没有去做推论 ok 好 那所以说呢 你今天只是多下了这样子一个Prompt 叫他去做思考 居然他的答案的正确率就会提升 那有另外一篇文章 他就是做了这方面的记录 来各位看 这个文章的来源 在底下这边 你们可以去参考的看一下 那这个文章呢 他是去整理了一些 跟数学以及那个逻辑推论相关的问题 他所下的Prompt 然后相对应的正确率到底是多少 我们先来看一下最底下 最底下这个地方呢 就是我直接把数学问题或是推论问题 直接丢给ChairGBT 让他去做处理 然后什么样的Prompt 我都没有下 那这个时候呢 他的正确率只有17.7% 也就是说怎么算怎么错啦 他错误率是很高的 可是你看哦 如果今天我只是多下了一个Prompt 多下了一个命令 叫做Let's think 让我们想一想 Let's think 这么简单一个Prompt 而已哦 他的准确率瞬间暴增到57.5% 我今天如果把这个Prompt 再下的更精确一点 比如说Let's think step by step OK 让我们一步一步的慢慢思考 这样子的话呢 整个模型他在做数学计算 或是推论问题的正确率 暴增到78.7% 那这篇文章哦 他所提出来的一个新的Prompt 是上面这一串 是Let's work this out in a step by step way to be sure we have the right answer 他就只是下了这个Prompt而已 结果呢 下了这个Prompt以后呢 我们就处理同样的问题 正确率暴增到82% 那所以说呢 你看下对和Prompt 你在进行所谓的 数理逻辑的推导时 他的正确率也会不一样的哦 所以说呢 这一组数字呢 就摆在这边 让各位做一个参考 所以说呢 当你今天在处理一些 数学逻辑问题时 如果你要请他 帮你去做推论时 那这个关键字 你最好把它下下去 那此时你得到的这个问题 他的正确率就会暴增 好 那我们就继续往下来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